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文摘别如下 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相关报道 截图 一位年轻的妇女优雅地站在那里 身着黑黄红三色制服 她并紧双腿 插开双脚 双手并拢在小腹前面 她的前面和后面还站着更多保持同样优雅姿势的妇女 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 同步向前走了几步 然后转身 列车门关闭了 马达拉卡铁路快车驶向蒙巴萨 马达拉卡铁路快车不是非洲的火车 即便它在肯尼亚首都内罗币和沿海城市蒙巴萨之间来回运行 列车乘务员多林奥地诺及其同事是中国培训师培训的 这些动作和工作流程都是中国制造 制服 列车里的灭火器 火车头 铁轨 全是中国货 报道称 列车迅速将交通拥堵的内罗币甩在身后 事业中的仓库被单户住宅取代 随后是波纹白铁皮棚屋 女人在河边洗衣服 仅仅20分钟后 列车就到达第一站 内罗币郊区的阿西里福 少量的人上了车 但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因为中国正在这里修建一个占地12公顷的工业园 科尼亚首都内罗币铁路公司的乘务员 瑞士新苏理史报网站 过了阿西里福 列车已大约每小时110公里的 速度在绿色大草原上行驶 现在是雨季 这里有数以百万计的白色花豆 报道称 乘坐殖民地时代修建的旧宅鬼铁路就像是冒险 而且往往会晚点几个小时 今天新的直达列车从内罗币到海岸只需要5个小时 火车几乎不摇晃 乘客在打瞌睡 车厢的标牌上写着禁止往地面吐痰 乘坐这趟列车的甲飞特珠马 在内罗币接受载教育 他说 这非常方便 另一位乘客乔伊斯姆庞达说 他乘坐火车需要大约10瑞士法郎 二等车厢有些拥挤 但总体来说 这列火车的优点多于缺点 资料图片 列车艇靠在肯尼亚蒙内铁路内罗币站 新华社记者王腾设列车抵达蒙巴萨时晚点了5分钟 这个港口城市是肯尼亚通往世界的门户 如今拥有东非最大的集装箱港口 每年超过100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转运 昨天我们往新铁路列车上装载了700个集装箱 集装箱港口高管爱德华奥皮尤自豪地说 报道称 中国企业家姚辉因的公司 为建筑物安装外墙和内饰 目前正在给一座新酒店的塔楼阳台安装栏杆 他三年前来到这里 他的60名员工都是肯尼亚人 也都是他自己招聘和培训的 他说 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但从长远来看是值得的 姚辉坐在新铁路列车的头等舱 这里的服务和在中国一样好 他说 这条铁路线改善了肯尼亚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 开通以来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更多的尊重 由于肯尼亚地形的原因 需要许多桥梁和高架桥 美联社报道称 今年5月底 马达拉卡铁路快车 开通一周年庆祝活动 在内罗比火车站举行 鼓手和舞者在站台上热情表演 中国铁路工作者拿着手机拍摄 身穿深蓝色制服的肯尼亚铁路公司总经理 也跳起了舞蹈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第一年很艰难 铁路从开工建设到运营 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中断工作 但铁路服务稳步提高 乘客最初不能在网上购票 火车站不提供食物 这些情况都已经发生了改变 报道称 新线路的乘客人数令人印象深刻 一年来乘客已达130万人次 且通常情况下所有座位都能坐满 但这条铁路 主要是为了运输货物而建造的 自年初以来 该铁路已经运送了60万吨货物 即大约4.5万个集装箱 克尼亚铁路公司总经理阿塔纳斯马依纳计划把明年的运输量 提高到1000万吨以上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目标 内罗币南部火车站的双语广告牌 美联社本期推送还有 余下两篇 精彩不折别冷眼边喊反中边求和谈 蔡当局闹哪样观察被心魔困住的欧洲 还有脱身之日吗 编辑闪征打开参考消息客户端 看更多外媒资讯 感谢观看